那立法院根據第三項 他只是說得 得停止結束上應該就是指得不停止 那得不停止那就表示 他可以介入 那跟第二項會不會有重複 有矛盾 我先跟黃大法官報告 如同我剛剛一開始所提出來的 46條之二的這個條文 當初是按照民主進步黨的再修正同意通過 全院都同意 那個程序到底不是我現在要 是是是 就算立法委員全體一致贊成 他還是可能會違憲 我再問的是這個問題 對 第二項跟第三項 當初我們之所以會支持這個條文 基本上針對獨立機關在行使職權的時候 他還是有事件性質上面的差別 譬如說 如果今天所牽涉到的是 4至729號 那樣子的強度的話 那樣子的強度的話 我們在整個適用上面就會去適用第二項的規定 但相對的 如果今天我們在 所適用的強度 譬如說是監察院的調查 監察院的調查在解釋上面也是一個獨立機關 這個時候立法院所進行的調查跟監察院所進行的調查 在事務的本質上沒有並就是說不會相衝突的情況之下 這個時候讓立法院我們選擇不要停止而繼續調查下去 並不會有所謂機關權限相衝突的問題 我的問題並不是說立法院不能夠調查權 我們現在的問題比較是立法院調查權的範圍程序效果的 這一些界限的問題 那就立法院的調查權而言 4585他說它是一個固有性的 我想這個大概這是 但是他同時也強調它是一個輔助性 輔助性就是它是一個手段性權利 那任何手段性的權利 要有它相對應的目的性的權利 換句話講 如果用比較白話的講 不能夠為調查而調查 要看你調查結果到底是為了什麼 如果調查結果是在追究刑事責任 那是檢查機關的事情 所以才會有剛剛像46條第二項這些的問題 那如果最後是像監察院要追究公務人員責任的話 那憲法民間規定 監察院才能夠對公務人員違法失職提起擔核權 那如果這裡回到一個根本的問題 其實也是一個大概可能要去思考 查弊案到底算不算立法院的憲法上那個所謂的目的性的權利 剛剛站到法官提到有關於四字五八五 一個在20年前所做成的大法官解釋 他的時空背景 跟20年後的今天 我們真的要很清楚的看到 台灣作為一個我們希望民主能夠深化的國家 我們現實上面真正在面對的是強行政落國會的憲政結構 在四字五八五那個時候做出來了以後 我在2012年參加了一個國會改革小組 那個時候我們所在制定的立法院職權行事法修法的內容 限制要件 其實跟我在這一屆國會所提出來的一模一樣 只不過當初跟我合作的是民主進步黨 現在 終於有機會把這個法案通過 我們希望四字五八五號能夠進一步的延伸 讓台灣的國會聽證調查制度 法治化 落實五八五號用法律明定的要求 謝謝 好 接請那個黃照委員大法官 我接下來的問題比較是跟調查權有關的 那也是希望是立法院的代表跟宿代能夠先推一位 我等一下來回答我的問題 那同樣的也請注意時間 我希望我的問家打都控制在五分鐘 五分鐘到就把我消贏沒有關係 我第一個或者是想比較快的問題 就是四十六條之二 第二項是已經明文規定 這是如果是屬於裁判確定前 還有其他依法應獨立行使職權的機關 他在處理中的案件的話 就不是立法院不得行使調查權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第三項又說 其他依法應獨立行使職權的機關 也本於職權進行處理的時候得停止 那得停止解釋上就是得不停止 就是所謂的平行調查 那我想先請教第一個很快的問題 第二項跟第三項有沒有矛盾 根據第二項是根本就不是立法權 立法院調查權可以介入可以行使的範圍 那為什麼到第三項還可以得不停止 不好意思我想確認一下黃大法官的問題 您在指的是第二項嗎 第二項跟第三項之間有沒有矛盾 第二項跟第三項 根據第三項的結論就是得不停止 就是其他依法應獨立行使職權的機關 例如監察院 例如甚至於是獨立行政機關 這也是法律所保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的機關 他已經在處理中的案件 那立法院根據第三項 他只是說得 得停止解釋上應該就是指得不停止 那得不停止那就表示 他可以介入 那跟第二項會不會有重複 有矛盾 我先跟黃大法官報告 如同我剛剛一開始所提出來的 46條之二的這一個條文 當初是按照民主進步黨的再修正同意通過 全院都同意 那個程序到底不是我現在要問的 就算立法委員全體一致贊成 他還是可能會違憲 我再問的是這個問題 對,我在這個基礎上面 進一步回答黃大法官的問題 第二項跟第三項 當初我們之所以會支持這個條文 基本上針對獨立機關在行使職權的時候 他還是有事件性質上面的差別 譬如說 如果今天所牽涉到的是4至729號 那樣子的強度的話 那樣子的強度的話 我們在整個適用上面 就會去適用第二項的規定 但相對的 如果今天我們在所適用的強度 譬如說是監察院的調查 監察院的調查在解釋上面 也是一個獨立機關 這個時候立法院所進行的調查 跟監察院所進行的調查 在事務的本質上 沒有,就是說不會相衝突的情況之下 這個時候讓立法院 我們選擇不要停止 而繼續調查下去 並不會有所謂機關權限相衝突的問題 謝謝 我想我的理解會跟你不太一樣 而且我覺得第三項在這個議題下 可能從4至325到585 大概都可能會有抵觸 那邊大概不可能 如黃委員您所解釋的是這個樣子 這是第一個 那這個也會連結到我的下一個問題 跟調查權有關 我的問題並不是說 立法院不能夠調查權 我們現在的問題比較是 立法院調查權的範圍 程序效果的這一些界限的問題 那就立法院的調查權而言 4至585它說它是一個固有性的 我想這個大概這是 但是它同時也強調它是一個輔助性 輔助性就是它是一個手段性權利 那任何手段性的權利 要有它相對應的目的性的權利 換句話講 如果用比較白話的講 不能夠為調查而調查 要看你調查結果到底是為了什麼 如果調查結果是在追究刑事責任 那是檢查機關的事情 所以才會有剛剛像46條第二項 這些的問題 那如果最後是像監察院 要追究公務人員責任的話 那憲法民間規定 監察院才能夠 然後對公務人員違法失職提起擔核權 那如果這裡回到一個根本的問題 其實也是一個大概可能要去思考 查弊案到底算不算立法院的憲法上 那個所謂的目的性的權利 查了弊案之後能夠做什麼 刑事責任嗎 還是追究彈劾還是公務員責任 我想這是一個核心的爭議 也是我自己的困惑所在請教 不好意思我有多少時間可以回答黃大法官 謝謝審判長 對於黃大法官所提的這個抽象法律問題 請容我用具體的一個案例 試圖來加以說明 用具體的案子試圖來加以說明 立法院在行使調查權的時候 它的確是一個手段性輔助性的權利 我們在監督行政部門 有沒有依照 有沒有依照行政部門 他們依法行政所應該要去遵循 這個會牽涉到立法院在監督 履行憲法監督行政機關的權限的時候 職權的發生 具體的來講 最近有沒有發生立法院在監督的事情 跟監察院在調查的事情是平行的狀態 有 實際上面發生的事情是說 當有一家國發基金投資的公司 叫做聯合再生 在張濱工業區違法開發的時候 我們要求經濟部依法行政是 他必須要依法終止諸約 收回土地 不能夠放水 這件事情是我們在立法院 我沒有行使調查權 我就是在行使一般立法委員 在監督行政部門的權限的時候 我們對於經濟部所提出來的要求 而這件事情 監察院他們是不是有在調查 有 監察院的調查 在我們的調查之後 他做出了一個糾正報告 他針對那個糾正報告 糾正說經濟部在這裡做錯了事 這是兩條平行線的調查 但請問這兩條平行線的調查 各自在履行 這兩個憲法機關在憲法下面職權的行使跟義務 彼此之間有沒有相衝突 沒有相衝突 有沒有干涉到其他憲政機關 他們職權的行使 也沒有干涉到其他憲政機關 他們職權的行使 我們唯一有的抱怨只有 監察院彈和權是他們專屬的 我們唯一有的抱怨是 監察院為什麼不行使他們專屬的彈和權 好 那各位道官還有什麼問題 市長我可以補一句嗎 就針對調查權的部分我補一句就好 好 一分鐘 好 謝謝 那其詞585規定非常清楚 就是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 受憲法保障者 即背立法院的調查範圍 那剛剛講得非常清楚 其實如果是調查犯罪事實 是司法院的司法偵查權 調查公務員有沒有違法辭職 或公務機關有沒有違法辭職 是我們監察院的調查權 那請問立法院調查權的目的到底在查什麼 查弊案嗎 還是查完以後你要送給監察院看看要不要彈和 送給司法機關看有沒有違法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還要送給立法院還要送給司法院 那你調查幹嘛 以上謝謝 好那個郵道法官 好一分鐘 剛剛針對於有關於立法院的調查權 它不只是為了要去監督行政 更重要的是說在我們的立法修法還有法案的 還有預算的審查過程當中 有很多的事實很多的議題是必須要去了解清楚的 這必須要透過調查權的行使才有辦法去解決 譬如說像現在這個之前花了那麼多的錢在預算 去治高雄的治水 可是這次還是淹大水 所以那到底我們的治水預算是花到哪裡去了 它有沒有效果 這個如果說我們沒有透過調查權去請一些相關的官員 或者是說存辦的工程的人員來了解事實的話 那麼我們之後如果說行政院還要再繼續編治水預算 那我們還要再給嗎 所以也就是說調查權它其實是立法院職權行使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固有而且還是一個重要的工具性的權利 那它是可以幫助我們去審查去審查法案預算 等等監督行政等等這些職權 但人必須很遺憾的說 如果他們真的善盡自己的職責 謹守正當立法程序 這一切精彩的討論甚至是爭辯 都應該要發生在立法院的委員會及院會之中 發生在立法委員及專家學者公民社會之間 根本不會也不應該發生在今天的憲法法庭 更不用說竟然會發生 他們就本案在憲法法庭裡面的發言次數及時間 比起在立法院的立法程序當中還多數很多 但是仍然說不清楚多所矛盾的荒謬情況 今天一整天下來 我們多次聽到立法院或者是部分鑑定人 嘗試以所謂的權力相互尊重 或者是國會自主作為理由 要求停上無視於本件立法程序上面的明顯重大瑕疵 從而對於本件立法對於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破壞 袖手旁觀 縮手不管 或者是希望停上為立法者所犯下的嚴重違憲錯誤 試著用事後的核線性解釋 擦屁股的方式來去補救 但是我們要說 這都不是妨礙庭上認定宣告本件憲政法規範違憲的藉口 代理人見請庭上要嚴肅思考 在個別立法委員或者代理人毫不定於對於庭上依法訴訟指揮 指指點點 延遲批判 無懼於展現其對於憲法訴訟相關規範存在 運作 不理解 無知 也要藉此詆毀我們的憲法法庭 破壞憲政秩序 甚至在接受專訪時宣稱 就算被宣告違憲 結果也是再看看就好的實施 毫不在乎所謂的權力相互尊重司法獨立的同時 卻又要用權力相互尊重國會自律當作擋箭牌 要求憲法法庭鎖手不管 無視於本件違憲的顯然 是否真的有道理 讓人更加擔心的是 如果庭上針對本次立法程序 繼續選擇退縮於所謂的國會自主的障眼法之後 那麼實隨自衛甚至變本加厲的立法院 之後打算要以跟本次立法程序相同的方式 再通過多少法律 憲法法庭如何來收拾傷後而不被癱瘓 相對而言 如果庭上最重要採取的是 個別割裂拆解式的去宣告本次通過的個別條文違憲 然後透過可能甚至違背立法者原初本意的情況之下 宣告部分條文核限 那麼剩餘的殘缺碎裂的法條 也將無法順暢完整的有體系的適用 留下坑坑巴巴碎裂條文給立法院 實在很難說是對立法權的尊重 這一切的問題最終可能都只導向一個結論 那就是只有宣告本件立法程序 因為確實存在著重大而明顯的瑕疵 因此全數違憲 讓立法者有重新整體思考 充分審議討論的機會 才是真正的尊重民主 尊重立法權 尊重權力分立 尊重我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唯一可能選擇 庭上 回顧台灣民主法治的發展歷史 從1990年的261號解釋 大法官促成了萬聯國會的全面改選一路到今天 大法官在台灣民主發展的鞏固上 時時發揮著關鍵的角色 是台灣人的驕傲 此刻又是台灣民主的一次挑戰與機會 究竟庭上要藉此釋放訊息 讓立法院實隨之位 甚至變本加厲 用國會改革的名義 讓台灣人民主 進入只在乎表決結果 數字統計 立法院獨大的黑暗時刻 或是由庭上再次踩下煞車 讓立法者有機會好好的履行自己職責 深思熟慮 充分審議討論之後 議決出一套能夠在程序上 內容上 符合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明實相符的國會改革方案 只在庭上的一念之間 更請庭上對本件做出違憲的宣告 時間暫停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這個陳信安教授繼續 好 在進行今天的結辯之前 想要先提醒的是 113年現戰裁第一號已經確立了 不可以將政治責任轉換回法律責任 而剛剛所提到的刑法第141條之一 就是將政治責任轉換回法律責任 所以他的違憲性已經非常的明顯 那如同申請所強調的 對於現行中央政府體制 大法官相關解釋一再強調 五種不同國家權力功能彼此之間 是屬於分治而平等相違的關係 如果從憲法忠誠觀點來看的話 應該如同蘇俊雄大法官在 市至第520號解釋所強調的 憲法機關在憲政運作上 負有憲法忠誠的義務 必須要遵循並努力維繫憲政制度的正常運作 既不得僭越其職權 也不容易意氣之爭 癱瘓損害憲政機制的功能 再者立法院一再強調 對於本案因採核線解釋原則而為核線判決 對此首先懇請軍庭留意的是 由於立法院職權行司法及刑法等 犧牲法律的解釋與適用 同時涉及到立法院議事慣例 乃至於立法院與其他憲法機關 之後在新法規範脈絡下 將如何互動等憲政慣例的形成 甚至有因此而導致實質憲法變遷 惡化或毀氣既有憲政體制運作的可能 對於此等因核線解釋的主張 尤其應該要審慎的來看待 如同申請人所強調的 在核線解釋原則的脈絡之下 對於戲真法律的核線與否 仍然必須要先依照一般法律解釋的方法 進行解釋 除了就個別單一規定進行文藝解釋之外 當然也必須要進行目的解釋 體系解釋跟歷史解釋 尤其當所涉及到的是特定制度的行購與運作的時候 應該要由整體制度的目的與規範體系來判斷 萬不可為了刻意追求核線的結果 而將該制度運作有關的個別規定 而割裂觀察而進行核線解釋 否則不僅跟一般法律解釋的方法有違 也將因此而違反立法者的原意 而僭越了立法權 就此而論 本次戲真法律的修正所涉及到的 不管是總統國情報告 質詢人事同意權的行使 立法院調查權與聽證會舉行等 都是涉及到各種不同制度運作的修正或新創 就各該制度的運作整體來講的話 已經有諸多違反權力分立 與制衡原則 以大法官相關解釋的要求 在此等整體制度的運作方式 都是屬於違憲的情況之下 習所屬的各該單一規定 根本已經沒有核線解釋的空間 核線解釋除了彰顯司法違憲者 違憲審查者對立法者的尊重之外 也必須以法律適用者對核線解釋結果 將會基於憲法忠誠 而依核線解釋結果對西偵法律為解釋與適用 來作為他不可或缺的前提 對此以不論是在此次修法前或修法後 關係機關顯然欠缺憲法忠誠的表現而論 明顯已經難以期待其有依循核線解釋結果 而對西偵法律為解釋與適用的可能 在此等情況之下 對於西偵法律為違憲的宣告 應能有助於建構更為完善符合憲法規範 以及大法官相關解釋意旨的國會改革法制 至於在國情報告直詢人士統一權的行使 調查權聽證會的舉行 以及刑法第141條之一 描示國會罪等制度的增定或新設方面 由於經由申請人及建立人 還有諸多法庭之有的說明可以知道 已經有諸多明顯違憲及抵觸過往大法官相關解釋的形式 其中最令人詬病的吳寧是他打著這個國會改革的名號 卻混亂的經由大法官相關解釋所逐漸行構而成的立法權權力行使的類型方式跟要件 例如以執行為名而行調查權之實 或者是藉由將政治責任轉換回法律責任 進而企圖建構國會至上為立法院獨尊的地位 在20年前大法官藉由四字第585號解釋的作成 肯定立法院享有一定的調查權 本意或許是為了提升立法院或許行使之權所需相關資訊的可能性 但是與此呢 見請軍庭留意的是 在當前立法院已經有諸多踩踏逾越憲法紅線的行為舉止的情況之下 或許應該就立法院調查權的行使呢 揭示較四字585號解釋更為明確而且嚴格的要求 以防止其置意妄為不受控抵反覆侵害其他憲法機關的權力核心領域 最後我們請升級機關代表總統府張副秘書長 行政院廣副秘書長 廣秘書長監察院秘書長以及立法院民進黨黨團柯總召 依序做個簡單的總結 聽上現場的各位收看直播的國人朋友 我想代表賴清德總統表達 今天我們或許有不同的意見 但可以公開透明自由奔放的表達 因為我們是民主國家 今天對於政府的權力分立設計 還有人民的權力義務規範 是否符合法制原則 我們透過憲法法庭的審判 進行再次確認 這是憲政精神 雖然我們站在不同的崗位上 但是無論是憲的結果為何 我們都必須尊重且接受 也希望整體社會能夠支持 最重要的是我們都是台灣人 我們都有責任共同捍衛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憲政秩序 讓台灣的民主社會 更成熟堅韌 讓台灣這座民主燈塔 永遠屹立不搖 接下來我們請 廣民心秘書長 審判長 各位大法官 各位關心本案的國人大家好 行政院首先要感謝憲法法庭的辛勞 召開延時辯論 聆聽各機關的意見 行政院對於國會改革的立場 絕對不是要拒絕立法院的監督 也不是要反對國會改革 而是希望國會改革的法案 能夠在合法和憲 在憲法的基礎上 以和憲的程序跟內容 來回應國人對於國會改革的期待 並且維護權力分立的憲政體制 然後我們卻看到 立法院在這一次的立法院 治權行司法的審議的程序過程當中 沒有實施討論及表決通過 不僅程序上有重大明顯的瑕疵 內容上也有諸多違憲之處 例如滾搖了總統跟行政院長的權限分際 製造了無限期的人事行政權的審查權 也凸顯了立法權獨大的質詢 至於國會調查權的行使跟聽證的舉行 更欠缺了和憲性的制度目的 以及對當事人的程序保障 這樣的立法結果 當然違反憲法上權力分立的原則 法律上明確性的原則 比例原則以及正當法律程序等等的要求 行政院認為捍衛憲政秩序保障人民基本權力 是所有憲法機關共同的責任 立法院推動國會改革的相關法案 也應該回歸到憲法規定的意志 重視權力分立的平衡 並且保障人民的權力 這才是國會改革的正確方向 我國民主憲政壁入藍履 走來並不容易 對於權力的自我擴張應該要謹慎 並且嚴守憲法的分跡 我們期待憲法法庭居於維護 我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精神 宣告立法院這次的修法的結果是違憲的 透過法庭的判決 引領我國落實權力分立 維護民主價值 進而保障人民的權利 以上謝謝 好 審判長各位大法官 現在其實今天討論下來只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憲法法庭 應不應該受理抽象的法規範的違憲審查 事實上違憲審查包括抽象法規範的審查 還有具體實務的審查 那這一件在國會擴權上 到底要不要等到真的實質更易產生以後再審查 我想大法官應該有很清楚的一個了解 第二個就是我7月10號在這裡 所說過的 我們這一次有沒有利用脆弱的少數 然後不顧立法程序 不顧法律的明確性 然後實質上達到變成變更憲法這個結構的一個事實 我們看起來是的 包括剛剛提到的45條 是其實違反了所謂的這個585的很多的解釋 585當然給你立法院的調查權 但是585有給他更多的限制 包括第一個必須跟他的職權重大關聯 但是立法院從頭到尾沒有提出這件事情 第二個包括在46條之2的第二項和第三項 剛剛黃東大法官已經指出這一項 彼此是矛盾的 而且585講的是 只要是憲政機關獨立行使職權 就應該排除在外 但是立法院的職權行使法還是沒有到這樣做 第三個我們五十三條之一 院檢數院都排除在所謂的調查範圍內 但是監察院並沒有被排除在範圍內 那這樣的話監察院如何獨立行持職權 那五十九條之三 有關關係人不得拒絕出席 我們的審計人員 我們的調查人員 協助調查人員都沒有排除在外 意思就是說立法院行使他的職權行使法 我們監察院無形之中 又變成配合他行使職權行使法的義務相關人 這合理嗎 所以五十九條之五 就是我剛剛講的 彈劾懲戒要移送 是由立法院來移送嗎 那如果還要經過我們監察院的彈劾 為什麼還要由立法院來調查 所以以上這幾點 我們還是希望我們的憲法法庭認真的考慮 他其實是在法律明確性上 在所有的權力分立上 都違反了憲政的精神 這個就是違憲 請軍庭宣布他違憲 謝謝 我們就 審判長 各位大好官 那作為一個職權行使法 最重要的使用者以及立法者 今天我在這裡聆聽了各位大家的意見 但是我有十四個字在這裡一定要講清楚 就是說我們不信公益犯不肥 不能憲法進程會 我們憲法不應該進程會 尤其我要再陳述的就是說 我們只有一部憲法 沒有一個人可以站在憲法的裡面 每一個人都應該向憲法低頭 我們不希望看到 是站在憲法的對抗面面 面對著憲政體制 所以我在這裡要談的就是說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最主要的還是這樣 捍衛憲政體制 當然要維護憲政志氣 另外很重要就是說 讓民主法治能夠繼續往前走 這才是我們民主法治國家 所今天追求的事情 但是我們不幸的看到 安排合起來毀憲亂政 沒收國會沒收民主 所有誠意爭議完全不見 而且違反職權行使法 最主要我們就在這裡 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非常深刻的所謂程序性違憲 就是一定有誠意存在 明顯而看得出來的 因為國人都 民意都反映出來 另外有關於 我怕有失智 當然這個是 因為比較 20年前就處理過 但是今天 立法院重映在這裡處理的時候 當然不是 他的回憲性還是必須處理 最後 能講說 我們希望 我們民主能夠繼續走下去 這是民主是我們國家 台灣的家 我們應該讓他 南華洋光大 院長還有各位大法官 好我想先回應一下 黃昭遠大法官剛剛的問題 立法院執行行法46條 之二的第二項 是說裁判確定前的訴訟案件 就他偵查或審判所為的 處置及捐證 立法院不得行使調查權 是處置及捐證 不是說這件事不能調查 第三項處理的是說 為調查委員會成立以後 其他獨立行使局員叫機關也 調查這個案件的時候 我們得停止調查 所以一個是針對處置及捐證 可不可以查 一個是針對這個事件可不可以查 兩個的規範的課題是不一樣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再針對本案進行 截辯陳述 我想我們先看一下 世界各國的分權制衡到底怎麼樣 在一般總統制的國家 他總統是有 國會是有廣泛的人事同意權的 從部長到大法官到其他各個底下的人 大使都有同意權 行政法院的法官 法院法官都有 都有同意權 人事同意權 國會有調查權 國會有聽證權 然後藐視國會就會有刑事責任 然後在國會為虛偽陳述會有偽證罪 那在一般的內閣制跟雙重首長制的國家呢 總理任命是需要國會同意的 國會也有調查權 國會也可以舉行聽證 藐視國會也有刑事責任 在國會為虛偽陳述 是有偽證罪的責任的 但是在民進黨 跟幾個申請機關底下的分權制衡 我覺得非常有趣 他們認為總統有權力決定國家大政方針 但是立法院沒有權力過問 他們覺得總統可以任命行政院院長 但是立法院也不可以過問 他們覺得總統有權力到立法院發表國情報告 立法院有義務聽取 而且不准發問 他認為總統有權力提名大法官 監察委員 考試委員 但是立法院有義務通過 而且不可以審很久 也不准嚴格審查 這個很奇怪 然後我們看民進黨的分權制衡是什麼 他認為立法院有質詢權 但是他行政院什麼 官員可以反嗆 可以說謊 他認為立法院有調查權 但是行政院被調查的人可以拒絕出席 可以說謊 他認為立法院有文件調閱權 但是行政機關可以不給資料 或是全部塗黑 他認為立法院有人事同意權 但是被提名人是可以不給資料 這樣的話還叫做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嗎 這樣的話民選的代議是怎麼來監督行政權呢 這樣能夠回到我們當初權力分立 讓授予立法權監督行政權的初衷嗎 如果今天選上的是侯友宜 或者是柯文哲 今天申請機關跟民進黨立法院黨團會講這樣的話嗎 我想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 它是我們必須要採用 現在的民主憲政下 我們必須要採取權力分立制度來監督制衡 行政權是積極主動個案具體 它是全年無休行政一體的 立法權相對來講 它有會期制 它是合議制 它不是首長制 它沒有辦法形成 它本來就是弱勢的 如果再剝奪它的監督權限的話 是根本沒有辦法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的 只有節制行政權 授予立法權有效的監督權限 人民的自由權利才得以獲得保障 而不應該因為現在任何政黨執政 去改變這個行政權對立法權負責的關係 諸位大法官是憲政的憲法的守護者 不是政黨的守護者 我們是誠心的期待諸位大法官能夠守護憲法 能夠守護民主憲政 確立行政權要向立法權負責的責任政治體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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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